肝病之多少 在进入课程之前,请先想一想,你对肝病的了解有多少呢? 下面的课程将从肝癌的死亡率、浩发地区以及不同的病因来探讨肝病对我们的影响。 在肝癌发生前,会先经历肝炎阶段。 但什么是肝炎呢? 肝炎指的是肝脏受到某些病毒、细菌或寄生虫之感染,以及某些药物、酒精或化学物质的伤害,而在肝组织内发生肝细胞变质、坏死等严重反应,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病毒性肝炎。 当病毒侵入肝细胞内,并在肝细胞内繁殖造成感染,经过一段潜伏期后,所引起的肝脏发炎,这是所谓的病毒性肝炎。 而这些病毒就称为肝炎病毒。 目前已被发现的五种肝炎病毒分别是A型、B型、C型、D型以及E型。 这张是全世界的肝癌发生率分布地图,从图中可以看出肝癌在亚洲地区以及非洲地区的发生率明显较高,而台湾也涵盖在肝癌的高盛行区中。 接着看到的是B型肝炎分布状况地图,与刚才的肝癌发生率分布地图比较起来,可发现一个共通点。 B型肝炎盛行地区也就是肝癌耗发地区,而台湾同时是B型肝炎及肝癌的盛行地区,若想防止肝癌的发生,就应该从预防肝炎开始。 根据国民健康局委托学者所制作发行的台湾癌症地图可看出,不论是发生率或死亡率,都有明显的地理差异,其中以中南部沿海地区的比例较高。 以2007年的死亡统计为例,台湾地区的第一大死因是癌症,而肝癌在癌症死因中排名则分别为男性的第一名,以及女性的第二名。 其中肝癌死亡者共有7809例,大约占了癌症死因的五分之一,也就是说,台湾每18个死亡案例中就会有一人死于肝癌。 而过去30年来,台湾肝癌死亡人数逐渐上升。 从病因来区分,以B型肝炎与C型肝炎相关的癌症死亡率为大宗,其中与C型肝炎相关的肝癌案例增加较多。 而与B型肝炎相关的肝癌,以及与B型肝炎无关的肝癌病例数,大致上没有改变。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,我们将会为您介绍肝病危险因子与各型别肝炎的病因。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。